进入树洞的不是旁人 正是追踪大蛇弯二代的卡卡西 看着巨大的树洞 卡卡西认为自己迷路了 这里乍看起来像是一个秘密基地 就在他疑惑之际 周围突然雾气弥漫 卡卡西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机 于是他摘下面具 准备用洗轮眼一探究竟 可就在此时 雾气却凝聚成一只手掌 狠狠地遏制住了他的咽喉 出手的正是吴泰 看到卡卡西所带的面具 吴泰便知道他是木叶之人 卡卡西自然不会被如此轻易地干掉 他抓住机会摆脱包围 逃到了洞顶 然而吴泰不打算善罢甘休 他再次化成烟雾 从卡卡西的鼻孔钻进了他的体内 这是他们一族的秘术 烟熏之术 能够从人体内炙烤扎克拉 血液内脏神经和肌肉 卡卡西痛不欲生 惨叫连连 看着满地打滚的卡卡西 少年有一丝不忍 一直以来他对卡卡西都颇有好感 眼看吴泰要将卡卡西彻底抹杀 少年赶忙出手 施展木盾将卡卡西包裹起来 借口要从他口中套出情报 帮助大蛇丸躲避木翼的追踪 逃出火之国 这才让卡卡西幸免于难 很快少年就开始假模假样地 对卡卡西进行审问 卡卡西当然不会说真话 谎称自己只是偶然误入此处 吴泰围关了一会儿 便带着族人们转身离去 见众人一走 少年便把卡卡西放了下来 解释到他之所以在这里 是一位屯葬大人的命令 卡卡西以为团葬是想放走大蛇丸 可少年否认了 他表示团葬大人 永远将木叶村的利益放在守卫 所以他是来阻止大蛇丸逃离火之国的 随后又告诉卡卡西 当时的那群人是伊布里一族 他们拥有将身体化为烟雾的能力 大蛇丸得知之后 便将他们当成了试验品 说起试验品 卡卡西便想到了之前三代曾对他说过 木叶有人在暗中 进行移植驻间细胞的人体实验 而伊布里一族的能力 也让卡卡西颇为头疼 因为他当时完全失去了 对自身的控制能力 突然周围的烟雾生起 无泰的声音随之传来 两人再次被伊布里一族包围 原来无泰对少年并非百分百信任 他们一直躲在暗中偷听两人的谈话 所以他现在准备对两人赶尽杀绝 见此情况 雪剑第一时间想到了 自己被大蛇丸带走的弟弟 他不想要少年死去 于是毅然决然地挡在了他的面前 其实他知道眼前这个少年并不是天造 只见他化成粉色烟雾 将卡卡西与少年带领了包围圈 在雪剑的带领下 三人通过树洞向外面的世界爬去 因为有些东西就算是死 他也想亲眼看看 突然听到了什么动静的雪剑 十分兴奋 于是便带着少年静止离开 只留下卡卡西一人 在漆黑的树洞中独自凌乱 除了树洞 雪剑便钻进了少年的身体 在阳光照耀下的森林中 肆意奔跑 另一边 卡卡西好不容易爬出树洞 便遭到了吴泰的偷袭 两人不由非说便打了起来 虽然知道吴泰怕疯 但卡卡西并不会封对忍术 所以一开始 卡卡西并没有占到上风 最后更是被打到了树洞外面 而吴泰却顾不上到外面 随时有可能允命的风险 脉步跟了上来 雪剑一路操控着少年 来到了一处颇为焚华的城镇 离开了少年的身体后 两人携手走进了热荡的街道 雪剑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有烟火气的场景 不免兴奋起来 在小镇上一顿狂吃 玩得不亦乐乎 甚至操控别人的身体 参加了吃热狗大赛 最后一举 拿下了冠军奖杯 另一边 卡卡西分析想要打倒吴泰 只能靠出其不意的偷袭 于是他用忍刀 带动地上的苦物 发动了一次连击 但关键的一刀却卡埃了 卡卡西立马抽身撤退 然而吴泰已经冲了过来 抓住机会 再次钻进了卡卡西的鼻孔 但卡卡西怎么可能 再在同一个坑里 这次被吴泰控制的 只是一个分身而已 真正的卡卡西 在暗中凝聚攻势 抽刀劈了过来 吴泰化身雾气 轻易便躲开了攻击 卡卡西没有放弃 持续进攻 招架不住的吴泰 只能雾化躲避 可不巧的是 恰好一阵微风俯过 吹散了雾化的吴泰 最后吴泰奄奄一息地 躺在了地上 口中还不断喊叫着 雪剑的名字 卡卡西见他似乎有什么要说 便富尔上前倾听 话分两头 雪剑在庙会上 肆意玩耍后 直接了当地告诉少年 正是因为有他在自己身边 才能玩得如此畅快 少年文言有些伤感 他也曾是实验帝 看着身边的伙伴越来越少 直到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 满脑子想的都是死亡 如果那时候有个人陪他的话 或许他所想的 就是如何活下去了 于是雪剑第一 与少年离开这里远走高飞 不等少年回应 追上来的卡卡西 出声拒绝了 他要求雪剑 跟自己回到树洞 面对少年的疑惑 卡卡西轻声解释道 想要抓住大神文 就需要雪剑的帮忙 因为吴泰临死说的是 唯有将雪剑的血液 献给大神文 才能让他突出重围 因此卡卡西想利用雪剑 幼不大神文 少年无法接受 于是他带着雪剑 还溜了 虽然雪剑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少年的手 却一直紧紧地握住了他 卡卡西牢牢追在后面 虽试图阻止两人 但雪剑与少年配合的 天衣无缝 卡卡西一时无法得手 只能再次向少年解释 想要抓住大神文 没有雪剑不行 这是吴泰临死前说的 得知吴泰死了 雪剑本想停歇脚步 少年却执意不许 他不想再见到身边的伙伴牺牲了 看着少年介意的眼神 雪剑没有再说什么 而少年则想起了 小时候还是实验体的记忆 对面的同伴在他面前死去 他却毫无办法 这种感受 他不想再次体验 无奈之下 卡卡西只能用出千鸟 准备强行阻止两人的步伐 慌乱中 雪剑只来得及推开少年 看着雪剑错额的眼神 卡卡西又仿佛看到了林 于是雷光消失 雪剑被一掌击飞 但却并没有受伤 可少年怒气冲冲地 与卡卡西打了起来 卡卡西很不理解 以下对命令言听计从的少年 难道要为了一个女孩 像大射丸那样 成为木叶村的盼人吗 少年没有说话 只是想着死在自己面前的同伴 而卡卡西又何尝不是呢 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死在自己手下的林 两人都无法对同伴痛下杀手 于是进入了相吃阶段 卡卡西解释道 只要大射丸输入了雪剑的血液 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变成烟雾的能力 如此一来就能够轻松地逃出重围 只有年轻的雪剑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因此雪剑是作为诱饵的 不二人选 不态的死让雪剑很是伤感 在他短暂的生命里 见过太多族人在自己面前消散 直到大射丸出现 他们才摆脱了在洞中也会死亡的命运 那个男人就像是他们的救世主一般 但现在雪剑却意识到 虽然那个男人对伊布里一族有恩 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就要为他而活 在弟弟被带走的时候 雪剑便感到痛彻心扉 但他还是愿意为了全族的未来而牺牲自己 因此在卡卡西与少年对峙的时候 雪剑化作烟雾离开了 看到雪剑消失不见 少年便猜到了他的想法 但雪剑的身体本来就不稳定 如果再被大射丸摄取血液的话 恐怕就凶多吉少了 说到底他只是想保护雪剑而已 卡卡西十分理解这种想法 便圆诺会与他一起保护雪剑 此时雪剑已经回到了树洞 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副宛如地狱般的景象 原来大射丸已经到了这里 为了获得化为烟雾的能力 他将伊布里一族斩杀殆计 但仍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能力 果然只有雪剑的血液能够让他得偿所愿 眼看着族人的尸体化烟消散 雪剑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 从一开始 大射丸想要的就只是他们的能力而已 至于引领他们走向新时代 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天大射丸一步步逼向自己 雪剑只能转身逃跑 但蛇说穷追不舍 他很快便便逼近了一条绝路 雪剑本想变成烟雾逃跑 雪剑蛇说 呵呵一笑 蛇说给伊布里种下的咒烟 并不是为了帮助他们 而是为了在某些时刻控制他们的能力 危急时刻 卡卡西与少年及时赶到 雪剑切此机会想要跑到两人身边 却被蛇叔一招长柏树卷了回去 随即也施展土盾离开了 蛇叔已经重伤 少年断定他跑不远 于是两人一狗分头搜索 冥冥之中 少年又一次走到了伊布里一族的墓地 族中仙人的灵魂似乎有所感应 纷纷化作烟雾 为少年指明方向 卡卡西那边也是如此 然而在树洞深处 蛇叔已经将注射器插进了雪剑的薄镜 成功抽取了血液 等到卡卡西用雷切打破墙壁 见到的便是雪剑倒在地上的场景 这次卡卡西不会再有所畏惧 他要直面大蛇丸的双眼 然后将其打倒 可蛇叔仍旧不把他放在眼里 毕竟两人的战斗力还不在一个层面之上 可不等两人交手 树洞就开始崩塌 隐隐透露出一丝阳光 大蛇丸利用苦物躲开了卡卡西的攻势 留下一句狠话后便转身离去 雪剑仅厚的昼烟还在发挥作用 不断吞噬着他的生命 卡卡西对此束手无策 因为昼烟只有大蛇丸本人能够解开 冰死之际 雪剑呼唤着弟弟的名字 伸出手似乎想要抓住最后的温暖 可下一秒身体变化作粉色雾气 浑缓消散 似乎死亡已成定局 少年哪能忍受这样的结局 于是他拼命施展木盾 想要努力将飘散的雾气困在其中 然而速度还是太慢了 少年只能眼睁睁看着雪剑逝去 但他心有不甘 或许是扶持犀灵的缘故 伊布里族人的灵魂竟然再度凝聚起来 他们合力将木盾化成的牢笼包裹起来 然后延伸下去 就像是生命的延续一样 烟雾与木盾相结合 最终长成了一株金光意义的生命之树 而雪剑就在这金色的树干当中重生了 虽然伊布里一族不复存在 但雪剑却活了下来 在康姆剑尽头的三叉路口 卡卡西对其他两人告别 他表示自己从来没见过大蛇丸 也没来过这里 刚没见过伊布里一族的人 随后便转身离去 而雪剑则告诉少年 他再也不怕疯了 从今以后他会为自己而活 然后便也离开了 少年一边前进一边想着 他或许会一直循规蹈矩地活下去 这未尝不是一条完美的道路 至少他知道自己可以保护他人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